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以色拉记 第十章一到十五节 昨天提到以色拉的祷告 第十章第一节 以色拉祷告认罪 哭泣 这个哭泣是哀嚎的意思 祷告也在那里掉眼泪 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 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终民无不痛哭 第二节 属以兰的子孙 耶歇的儿子 释迦尼 对以色拉说 所以这里有一个人 他是以兰的子孙 以兰应当是一个组长 耶歇的儿子 释迦尼 对以色拉说 我们在此地 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这个娶 跟我们说的嫁娶的曲 在原文 作者刻意用不一样的字 所以这个曲是指 给予住处的意思 外邦女子 这个外邦 在旧约其他的地方 是被翻译作妓女 特别在箴言 或者淫妇 特别箴言 那个所谓的淫妇 就是用这些字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以色列人 还有指望 现在当于我们的神 立约 修这一切的气 这个修原文是送走的意思 离绝他们所生的 就是把外邦女子 送走 他们所生的孩子 也全部送走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 暂尽之人所议定的 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奋勉而行 前面讲到众手灵 来见以色拉 可能包含这个释迦尼 那以色拉祷告完了 这个释迦尼 就来告诉以色拉 说我们得罪神 我们取了外邦女子为妻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还有 唯一的指望 就是赶快离弃这个罪恶 离弃这个恶行 所以第三节 当于我们的神立约 修这一切的气 就是我们要下定一个决心 例是我们要把这 在这个迦南地所取的 这些外邦女子 都跟他离绝了 他们所生的孩子 也要把他们送走了 那你要起来做这个事 这一段会让我们 突然间有一些冲击 因为从字面上看起来 他就是说 当时候所有 跟非以色列人结婚的家庭 都要离婚 并且孩子跟女子 全部要送走 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 所以我们在应用上 就会变得有一点为难 所以这个教会是不是 所有跟非基督徒结婚的 我们都要照这个来应用 我想还不至于这样做 因为这里的情况 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这里有些背景 首先我们昨天有说过了 迦南七祖的这些 原来在当地的百姓 他们是上帝要赶足 要除灭的一群人 那是上帝发起的圣战 所以是特别针对他们 因为他们极其的败坏邪恶 上帝兴起以色列 作为审判的工具 来领导他们 另外一个背景是 什么样呢 在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他的写作背景 跟以色拉尼西米 是相近的 因为他们探讨的 很多的主题 都是一致的 马拉基书第二章 他提供了这段的背景 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犹太人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 行一件可证的事 因为犹太人 亵渎耶和华 所喜爱的圣洁 取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凡行这事的 无论何人 就是献贡物给万君之耶和华 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 见出他 这里提到 取外邦女子为妻 这个我们说 在以色拉这里用的 取外邦女子 他用的那个词 是在形容妓女 这个取是给予住处 那再加上 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又说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 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 遮盖耶和华的坛 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共物 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 人献礼物到上帝面前 可是呢 上帝看不到这礼物 因为他看到的是什么 你前妻的眼泪 你们还说 这是为什么呢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取的妻中间做见证 他虽是你的配偶 又是你蒙约的妻 你却以诡诈代他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把这些经文 跟以色拉记这里所用的词 归纳者 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轮廓 在八十年前 索罗巴伯归回的时候 五万多人 第一批的犹太人归回 那这些人来到了这个犹大 再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重建了圣殿 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 开始在附近安顿 开始生活 他们也意识到说 我们要跟当地的人做生意 必须有一些信任往来 他们就透过结婚 也因为这样又开始 参与了他们的宗教崇拜了 那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 他们的祭祀跟崇拜就是什么 就是在小山丘 在树下 他们就公然的行营 所以这些犹太人 又看到这些人所做的 又跟他们有一些 生意的往来跟合作 又效法他们的样式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原本取的妻 给离绝了 就用诡诈带她 用诡诈当然就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把自己原本的妻子给修了 所以前妻哭泣 就遮盖了祭坛 上帝就看不见你们所现的祭物 我只看到这个眼泪 然后就再娶外邦女子 把她迎进来 还不是娶 她用的不是娶 而是给她住处 我说那个字 在旧约其他地方 是在形容淫妇跟妓女 所以等于是 把这些或者是妙计 或者这些行营的妇人 迎到家里边来 所以你知道这是做什么事 可能也效法了他们的宗教祭祀 也确实在道德上 跟他们翻了奸淫 那这个生下来的孩子 在信仰上 基本上就是会跟着母亲 因为 为什么会把他们 引到家里面来 就是信仰已经堕落败坏了 在这个情况底下 整个以色列百姓 第一个在血统上 在信仰上 就完全的跟当地的百姓 没有差别了 如果我们往后看那个名单 包含了祭司立位人 所以当时候这些 比较有权势的人 他们想要重新得回地业 或者重新恢复他们的经济 他们在这些事上做了妥协 以至于整个以色列百姓 陷入极大的罪里面 那么这个释迦尼是谁呢 他说是以兰的子孙 耶稀的儿子释迦尼 这里出现在哪里 在十章二十六节 十章二十六节 这里所记载的是 与异族女子为妻的人的名单 二十六节提到 以兰的子孙中 由马他尼 撒加利亚 耶稀 所以耶稀呢 他就说释迦尼的爸爸 他就是把外邦这些女子 我说是形容淫妇跟妓女的 把她接到家里 那就把自己原本的妻子给离绝了 那这个释迦尼很可能就是 是前妻所生的儿子 所以他亲眼目睹了整个家庭的败坏 堕落 看到自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 那么也看到整个家族因为这件事情造成的这个痛苦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来对以色拉说 我们真的得罪神 因为他感同身受 他很清楚 这会对整个家庭 对整个民主带来多么大的发害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字面的时候 如果单单看我们 我们会觉得以色拉这里的处理 非常的强硬 实际上在当时候的情况底下 他必须将来处置 第五节以色拉变起来 使祭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启示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事 导扣完 那么释迦尼有一个建议 那以色拉就起来跟众人一起立约的意思 启示 第六节以色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屋里 在尼西米记有提到有祭司 是以利亚时 但是这里也有可能只是名字相同 总之以色拉他进到了 这个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南的屋里 也可能就是一个首领 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 因为被奴归毁之人所犯的罪 心里悲伤 难过到吃不下饭也没办法喝水 对以色拉来讲 他恐怕也知道 之后也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里面 会有很多的家庭 要面对很大的冲击 一个家又要被拆散 特别如果当中有 跟这些外邦女子生下的孩子 他们是无辜的 那怎么办 心里悲伤 第七节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鲁归毁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他们就到处去宣告了 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被鲁归毁之人的会 抄家是指财产充公 这是亚达学习王给以色拉的 权力在七章二十六节那里说 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 就当述数定他的罪 或致死或冲军或抄家或囚禁 所以以色拉是有王的权柄给他的 做这件事 那这里有一个宗教上的意义 使他离开被鲁归毁之人的会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回待 那么表示你不是以色列人 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参与祭祀 参与敬拜 你不能够再献祭 你不属于以色列的恩约的群体 你不属于我们这一个群体的 三日之内就要赶紧过来 否则就要把你的财产充公 于是由大和汴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上 所以众人全部聚集了 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 所以从回来五月到这里 经过了四个月 又二十天 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 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因这事又因下大雨 就都站紧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雨季 属于冬天 所以又冷又湿 那下大雨一定是乌云密布 所以是一个比较疏杀的气氛 大家知道得罪神 那现在聚集在这里 而且你知道后面一定又是一场 要个人去跟这些外邦女子离绝 所以是一段 也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 第十节 祭司以色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这个开宗民意 没有任何的妥协 因你们取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这是正面的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这是消极的 就是说对付罪 认罪 消极面就是离弃罪恶 积极面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会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使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诚意中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案所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事实 事实就是审判官的意思 而来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列怒就转离我们了 在12节到14节 这是会众的回答 那么会众 当然可能里面的首领也表达 就说这个百姓很多 那这件事情知识体大 不太可能一两天都就办完 而且对以色列来讲确实有个危难 因为他才刚来几个月 真正了解百姓状况的是他们的首领 所以他们就建议 就按着所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事实而来 就说让每一城的这些百姓的首领 来深入调查是更合适的 我想我们可以理解 比如说我们的村里长 一定比总统更了解 村里每一家大概的状况 对不对 所以这里有点这样的概念 就是让百姓的长老们 来妥善的调查 因为这件事知识体大 所以要更谨慎才行 15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 约纳丹 特瓦的儿子 亚撒黑的儿子 并由米苏兰和立卫人 不清楚在原文的意思不清楚 不过就是说 整个以色拉的表达里面 基本上全部的人都同意的了 只有少数的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日期也好 对于这么样绝对一刀切的做法也好 有些人表达意见 只有记载这四个人反对了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 我们看到是非常的悲壮 首先我们想到第九章 第九章我们说 以色拉有一个真实的懊悔 真实的懊悔就带来了一个真实的悔改 这个悔改是有行动的 不是在那里难过 懊悔撕裂衣服外袍 拔头发拔护须就结束了 这个悔改是带来一个回转的行动 另外我们也看到 这个回转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们也看到对罪绝对不手软 对罪绝对不手软 那我想我们的心里面一定多少 还是有一点点 助力不安 就会觉得 一定要这么严重吗 一定要这样严重吗 我自己在早先在读的时候 真的也会觉得 哇这有点激烈啊 会不会太强烈了 那我更多的祷告思想 我就发现 原来是我自己对于公义的标准 对于上帝的公义还不够认识 我自己对于公义的标准 跟圣经的标准还差太多 我们对于自己的罪 对付自己的罪 我们很容易松懈 或者我们很容易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跟借口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 对付罪 尽管要付的代价很大 但是你要谨慎 也绝对不能够手软 求神帮助我们 对以色拉来讲 有罪就是有罪 他说你们有罪了 没有借口了 那面对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向神认罪 然后呢 积极面遵行祂的旨意 消极面呢 就是离弱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按照上帝的话去做 就不会有问题 要咬着牙的 愿意 非常的心狠手辣的 对付自己的罪 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不容易 因为 我们 总是会心软 我们总是会 再三的保留 我们总是会觉得 哎呀可以了 我已经 我已经努力的 对付罪到这个地步了 这些 这些是小问题 而且我比别人好太多了 不 上帝 要我们 面对罪的时候 没有理由 没有借口 犯罪就是犯罪 得罪神就是得罪神 要心狠手辣的 不能手软的 对付自己的罪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有时候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 面对罪的态度 是这么样的激烈 我们感到很冲击 然而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我们对罪 太宽松 我们对你的公义 认识太少 主求你是恩怜悯 借着以色拉记 你帮助我们 有一个圣洁的运动 叫我们更深刻的 对付我们的罪 好不手软 叫我们更积极的 遵行你的话语 叫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懊悔 而带来一个真实回转的行动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